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一直良好,而日本也是美国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,所以在国际我们会发现特朗普很多政策都是偏向安倍的。 在美国对整个亚洲的关税都有所提高的同时,只有日本依然想受到原有的价格。 当然日本也比较知恩图报,在最近的中俄联合军演的时候,想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想法,想要加入中俄军演,对美国的解释是监视对方。 但特朗普一脸伤心,你就别再添乱了,中俄两国的军演,在国际上看来自然是威慑美国,但是如今日本也将加入,显得更加实力庞大了。 美国当然就不愿意了,先不说你能怎么监视,就投敌一掌就不可少数。 在日本9月10日,向中俄两方提出要求的时候,中国就进一步在国际上宣布了中越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。 这件事显然被中国利用起来,显示出了三国将要和美国对抗到底。 至于许多不明所以的小国,还以为美国将要逝世,纷纷掉转毛头指向美国。 所以安倍的这步棋简直臭不可闻,虽然中俄绝对不会接受日本一同军演,但显然利用了日本天真的想法,打击了一次美国。 特朗普把安倍批评了一顿,并骂到政治嗅觉这么低,怎么当上日本首相的。 众多美国小弟,看到最强打手日本也投敌了,纷纷表示,将要和美国断绝来往,使得美国在随后的几日经济大损。 原本堂好的大单,甚至由几个国家开始反悔,使得美国损失了几百亿美金。 而美国的牛肉和大豆,由于提高关税,中国也停止购买了,使得美国农副业产品进入了滞销。 当然美国和日本表面上和和气气的,但是私底下也搬了不少手办,这次也说不定是日本玩的小手段,毕竟大事上日本是不敢跟美国比牛的。 但小事上,日本是常来个超常发挥,使得美国一惊一斩,大喊猪队友,而这次对于日本的友好态度,中俄时大力欢迎的,并且表示这次日本一定要来参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